而事实上新系工作展是中研院民族所近十年来 与原民团体或者是部落共作共展的第四场 尤其光复乡马太安部落更是第一个以阿美族为主的工作展 耗费两年多的争取筹备终于是成型开幕 也开启了部落族人新系文化的保存及传承的第一步 争取筹备两年的时间 光复乡马太安部落算力的把60年前 典藏在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馆内的文物板箱展出 期间辛酸血泪与冲突 现在都化为部落传承维护部落文化的养分 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陪伴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全体人员 大家一直不断的来部落配合部落 然后我们来共同一起相互学习 也由于中研院民族所团队 最强烈感受部落族人新系法贷案的历史文化发展的企图心 也因此全力配合协助 不仅历届文物最多展期最长的工作展 开幕典礼上中研院研究团队更是全员出席力挺支持 那我们是期待呢 部落里的文物文化可以在下一代青年人的身上呢 还可以看到 所以未来我们期待这个任务是一代传一代可以下去 并除早期 皆由工部门主导办展的模式 中研院民族所近十年来 也陆续与原民团体或部落合作共展 为第四场的马太安部落 两年来包括了大马太安协会 萨巴兰奥文化协会 马太安青年团 以及地方各界几乎是整个总动员 部落也不管是只有我们部落也希望